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一下全家福 这个是网传的肯德基爷爷的秘方手稿 我们也只能用买的道道材料 尽量去接近它的味道 如果有小伙伴能集齐所有的香料 说不定能召唤出肯德基爷爷 记得要给我留言哦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加酸奶 酸奶里的乳酸可以让肉质变得更嫩 不用放太多 能包裹出肉就可以了 原味肌需要两种果料 一种是裹粉 一种是挂浆 原味肌的口感是脆中带韧 所以裹粉可以让它外皮松脆 挂浆让它口感湿润有韧景 现在我们来做挂浆 用牛奶或者水把鸡蛋吸湿成鸡蛋水 如果直接用鸡蛋液的话 会影响鸡块表面的脆度 变得过于湿软 再混合面粉 玉米淀粉调成糊状 调到这种有厚重的质感 又能自然低落的状态 这样就能均匀地包裹出鸡块 你家没有这种电子控温高压油炸锅吧 教你在家用筷子控温无压锅 看到筷子上有性命气泡的时候 再等一分钟 然后转小火就可以炸了 先把腌好的鸡肉放在牛奶鸡蛋糊中挂一层浆 裹粉的时候要注意手指不要碰到鸡肉表面 整个鸡肉表面都盖到粉以后才能去翻动它 原味鸡表面平整无鳞片的关键就是两块鸡肉互相拍打 再来一遍技术总结 如果手指上沾到鸡肉表面的水是非常容易起鳞片的 两块鸡肉互相拍的时候手要握着它的反面 不然表面就不平整 鸡块比较大可以160度左右中小火炸7-8分钟 喜欢口感更脆的可以200度高温再复炸15秒 也是相同的裹粉和类似的腌制料增大辣椒粉的用量 混合均匀后腌制一个小时以上 鸡胸肉口感比较柴 可以在最后加一个鸡蛋包裹住它 口感会更湿润一些 然后和炸鸡翅一样的操作流程 先裹第一层粉 然后再浸清水 重新放入裹粉里上第二层粉 轻轻按压揉搓出鳞片状 因为体积比较小 最后只要炸两分钟就可以了 它的颜色焦显就不需要复炸了 一会儿要鸡蛋 一会儿要上浆 一会儿要搓出鳞片 一会儿要拍屏表面 原来老爷爷用相同的材料 不同的变量 忽悠我们这些大傻子好多年 没有桶就不能叫全家桶 大家请看 现在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蛋糕盒 把它拆开 手起刀落拿出你的水彩笔 一个灵魂画手上线 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作为一个全家桶 花了我两天的时间 葡萄泥 酸脂原味肌 金光鸡米花 还有这个桶 不 还有这个 绿米 把它扎进去 哎呀 传过桶了 把这个 榛脂原味肌放进去 再拿一个这个 经过两天的炸鸡吃鸡 炸鸡吃鸡 我现在只想吃土豆泥了 这两样东西留给你们吃吧 祝你们看得开心 做得开心 也能吃得更开心 仙男仙女们 别忘了一键三联哦 优优独程 优优独程 bow 骚